25万骑手搭鸿蒙座舱 华为最贵智能终端问剑M5交付日期定了 12月23日 华为冬季旗舰新品发布会召开 发布会期间 华为推出了一系列旗舰新品 不过在最后的压轴产品中 华为发布了一款自贵终端AITO品牌首款车型 由华为赛利斯联手打造的AITO 高端新能源汽车品牌首款车型正式发布 定名问剑M5 问剑M5自12月23日起 陆续在42个城市 180家华为门店进行真车展示 自2022年1月20日起 会陆续在118个城市 500家华为门店开启预约试驾及预定 用户可以通过AITO官网 和我的华为APP进行预约 同时 车辆将会在春节后 开始正式交付消费者 问剑M5是首款搭载了华为HarmonyOS智能座舱车型 10.4英寸居面全液晶仪表盘 15.6英寸2K HDR智能中控大屏 可以实现一个账号 多个设备 多维环境 全场景互联 性能层面问剑M5采用双电机四驱方案 最大功率365KW 百公里加速4.4秒 0至50千米每小时仅需1.9秒 实际感受就是起步就弹射 于成功表示 这次华为将手机的设计团队 和软件团队与车企一起造车 并且要求团队按照百万豪车的内置 设计 性能和体验来制造的这辆车 当前 该车已经正式来到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 在华为的强势推动下 问剑M5能够取得怎样的战绩 我们拭目以待